Hello大家好我是胖哥 现在我和我们冰哥 要到他那个鱼塘那里去啊 他之前是搞那个 踩钢的 搞铝合金的啊搞门窗的 现在他又搞那个鱼塘啊 我还是第一次去啊今天我和他 现在去喂鱼啊 你专门买个三轮车 然后专门买了个三轮车啊 拿死的拿超车 拿死的拿超车 他真的一天舍得搞啊 他说用了五六万了 我们去看一下啊 现在去鱼塘那里啊 慢点哦 这三轮车就行啊 那三轮车就行啊 那三轮车就行啊 现在下了一毫年快啊 现在先拿包饲料过去啊 现在先拿包饲料过去啊 那么轻哦 呵呵 到了啊 专门还开来挖了一条路啊 挖了条路 新挖几台挖的哦 那你该把点挖通的嘛 哦 花了好大代价啊 这也是一条路啊 摸爬啊 哦 这自动为了的是吧 看这里面啊 这个机器一想摸啊 要大后的 对 中间的全部是悬崖的哦 他一天吃了好多时间啊 这天吃了 一包食料五十斤位两三天 嗯 这一头为过好的好的鲜的鱼呢 哦呦 你标志都推过15,000 你2000斤鱼你打7块银银 还有一万块钱 对啊 哥哥 我早就不搞耍啊 好热心啊 要用到95,000 你嘛 说法是钓鱼 你也要用到这一千多 你再加上买4两买干干的鱼 完全是为了娱乐是吧 打车花了几万块啊 完全为了娱乐 现在回去了啊 那冰哥搞这个完全存储娱乐啊 几万块钱来玩啊 真的很任性啊 洗淀了一把鱼啊 那美人其实是为这个不雷嘛 如果光位死了的话 那后来肯定是为超车的去的 超车还是不落不下雨 就是我每天想不能够炒的啊 就是超车火的气味是吗 光位死了不好 嘿嘿嘿 这个就是钓鱼人的一种爱好啊 他说每年钓鱼的话 光光是钓鱼费的要去掉一两千啊 还不如自己找个堂子 未来自己钓啊 真的热心 这个就是我们不懂的那种乐趣啊 好了 我回去了啊 就让我胖哥长了一把剑士啊 完全可以搞这个不为了挣钱啊 纯属鱼的那种啊 好了朋友们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啊 拜拜